扔到肿烟就开始管主央省 济南的陈大哥也不能免苏 这天陈大哥到宵寝和福进旅玩 正瞧碰上一个鲁鞭台 在深深眯眯的树埋一味 正规的药材 鲁鞭 一名年轻的摊主告诉陈先生 该鲁鞭40块钱 40元一颗 陈大哥一停 这价格不归呀 再一看 这质量也不错 为了沈提豪 陈大哥打手一回 买 年轻男子并用剪刀将路边剪断 最后称重约280克 总价值约11000元 这价格让陈大哥倒吸了一口冷气 说好的死尸怎么结章了 变成了一万亿嘞 这套路也太顺了 以每颗30或40元的价格 向购买人员进行说明 购买后使用剪刀将路边剪断 而后以每克30至40元的价格 向购买人员销售 可 编成了可 虽然两字真是银调不通 但最后的价格却足足差了二倍多倍呀 陈大哥一看 这得是杀价听才能买得起呀 不要了 不要了 可这时候再向走 哼哼 走不了了 双方在价格上产生分歧之后 张某君以语言威胁恐吓又删了陈先生一耳光 并称 如果不给其钱 将其扔在小庭团内 我很清楚看到 张某君抓车 这个陈先生已经退丧 同时你给你画面拍的一个油烟雨昂街里线 不煤就打到你煤 这就是赤裸裸的呛煤呛煤呀 万板无奈之下 陈大哥中共只付了一万块钱 才从险长逃了出来 干净报了警 刑警人交代 他们几个人都是来自董北 虽然他们作案手段听简单 但是内部分拱还挺复杂 有板言谈主的 有板言买家的 还有板言微管群众的 整个一个小举租 人力成本还挺够的 不过人家也不担心 因为成交一胆 利润也不低呀 这个经过先人的交代啊 这些卤便是他从老家的卤厂里 以两到三元每克的价格购买的 然后实际这一根卤便的价格 脑子灵光 不往正道上十爷被打 现在好了 挣再多的签都没出话了 在里头好好翻试翻试吧 在里头上 挣再多的签都没出话了 在里头上 挣再多的签都没出话了